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清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 标志着三藩之乱的彻底平息 帝国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隐患消除 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三件大事 排在第一位的三藩问题得以解决 公元1683年十月三日 视为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师郎率领的大清帝国水师登陆台湾 脱离祖国六十年的台湾岛 重新回归帝国版图 成为康熙皇帝及大清朝 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的 另外两件大事 治理黄河和曹运也已经陆续开始 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内忧外患逼到了眼前 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深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烧沙抢掠 修筑城堡 似乎准备将那里永远拒为己有 西北方向的蒙古准戈尔布格尔丹 这新兴起来的内外祸患 哥萨克骑兵翻越乌拉尔山脉向东进发 大约始于公元1582年 这一年是大明万里十年 正是张居正去世的年份 第二年康熙皇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 以十三副一家骑兵 公元1636年 康熙皇帝的祖父黄太极将后金改名大清 正式成为大清皇帝 就在这一年 哥萨克们经过54年时间 形成6000公里 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囊括进了俄罗斯的板地 也是在这一年 沙皇俄国的军事们 第一次在勒拿河的支流阿尔当河边 知道了前方还有一条名叫黑龙江的大河 公元1643年10月 多尔滚刚刚成为大清摄政王的时候 俄国军队文书官瓦西里 波亚尔科夫 带领90名哥萨克骑兵 翻阅外星安岭闯进黑龙江流域的我国领土 半年以后 大清入主中原 有资料显示 当时多尔滚已经知道了来自黑龙江的坏消息 但他忙于平定全国 没有能力顾及那一片祖先故土 康熙亲政以后 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俄国沙皇 希望和平解决边境纠纷 六年之内均没有得到答复 后来俄国派来的使团人员解释说 之所以没有答复 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读懂中国皇帝的信 公元1676年 也就是康熙15年5月 俄国沙皇派遣了一个 15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北京 代表团团长 名叫尼古拉·加弗利洛维奇·米利斯库 在曼考尔所著的《俄国与中国》一书中 评价这位尼古拉使使用的词汇是 爱好争吵 寡怜掀耻耻 走到中途的时候 这位使团团长 听说中国南方正在发生三藩之乱 他马上写信报告沙皇说 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 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 现在中国皇帝极为衰弱 非常害怕戈萨克 在成递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照会中 沙俄只字未提边界纠纷 只是对中国提出了12条要求 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皇帝每年必须运送数万斤白银和宝石 给沙皇俄国 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并且宴请了使团人员 发现对方无可理喻 于是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是引渡叛逃的一个说论酋长 第二是今后如果再派使节的话 应该懂得礼貌 遵守中国礼法习俗 第三是保持边界和平 否则拒绝对俄派遣使臣和通商 就这样把这个家伙打破走了 康熙21年8月 在三藩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 在几乎所有文武百官的反对声中 康熙皇帝力排众议 他目光远大 认定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 实际上关系巨大 因此决定武力驱逐沙俄哥萨克 到康熙23年春天 除了尼布楚 就是今天的尼尔勤斯克 雅克萨两个据点之外 其他地区的沙俄军队已经被驱逐出去 恢复了大片国土 康熙25年5月 经过激战 巨守雅克萨的俄军要求投降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清军接受他们投降的条件 是如此宽大 只要离开雅克萨 并且发誓不再重来 就可以离去 甚至可以带走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武器 这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 对于战败者最为宽大为怀的处置 结果七百多名沙俄军人安全领海 还有四十多名俄军士兵 希望留在中国 就此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 此时清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违反康熙皇帝的训定 没有在雅克萨进行任何军事防护 便凯旋回家庆功去 半年后 当地人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 不到两个月就卷土重来 带队的正是那位带头宣誓 绝不再来的俄军母军托尔胡金 他带领的作战部队在千人以上 并携带十二门火炮与大量军需物资 五月清军第二次围攻亚马萨 这一次清军采用了当年松锦之战时的战术 筑磊八号长围九困 半年以后 在风雪呼号的冰天雪地中 俄军淡尽粮绝并开始流行快血地 几个沙皇特使昼夜兼程赶到北京 带来了俄国沙皇至中国皇帝的新建 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边界纠纷 希望中国方面撤除对雅克萨的包围 康熙再一次宽大为怀 同意和平谈判 下令解除包围 甚至命令前提指挥官赠送给饥饿的 俄军官兵一批粮食 派出医生为患病者治疗 当时雅克萨城中只剩下66个 饥寒交迫的格萨克官兵 公元1687年 即大清康熙26年征月 沙俄政府正式派遣使别前来谈判 这一年 著名的彼得大帝十五岁 五年前 他和他的同夫一母哥哥伊凡 同时成为俄国沙皇 由他们的姑母索菲亚公主设政 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俄国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控制权的战争 一触即发 并在当年远征土耳其的战争中 大败黑国 完全没有能力顾及遥远的东方 这是只讲利益和实力 全然不知道意为何物 且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 肯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原因 可惜大清帝国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 结果在谈判中吃了大亏 却还自我感觉良好 从康熙26年正月开始 中国方面就在等候沙俄时节的到来 一直等到10月底 俄国谈判代表还没有到 这个谈判代表名叫 费多尔·阿里克歇耶维奇·格罗文 当年第一批进入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 就是他的祖父老格罗文派出的 如今他正在盘算建立祖孙两代 开拓黑龙江的伟大业绩 之所以迟迟没有前来谈谈 是因为他长时间逗留在 科尔科蒙古吐械图吐寒的贝加尔湖地区 试图将这一地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并且多次与格尔丹密谋 为他提供武器弹药 鼓动他对抗中央政府 结果这个该死的格尔丹出兵偷袭吐械图寒 与格罗文的沙俄军队两面夹击 迫使吐械图寒只能放弃贝加尔湖地区 向南撤退 就此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局势 极度恶化 给康熙皇帝和中国使团的对俄谈判 增加了巨大压力 就这样 直到一年半以后的康熙28年7月8日 双方才在尼布楚城下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格罗文的皮包中装着沙俄政府给他的训令 谈判底线为三条 上侧以黑龙江为界 占据黑龙江北岸的全部地区 中侧以牛满江及今日布里亚河或京齐里江为界 占据黑龙江中游北岸 下侧以亚克萨为界 但要在牛满江和京齐里江保留双方共同渔猎场 康熙皇帝给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索额图交代的谈判底线 也是三条 其一 以原属我国的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为界 其二 以尼布楚为界 其三 以俄尔古纳河为界 如果实在不行 可以考虑适当让步 这是在格尔丹所造成的巨大困扰之后 康熙皇帝不得不做出的方案 谈判开始之后 格洛文立刻指责中国侵略自古以来 属于沙皇陛下的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 要求中国军队马上归还给沙皇陛下 索额图据理力争 他告诉格洛文 鄂嫩河尼布楚 本来是中国蒙古茂明安部落的居住地 雅克萨是中国边民首领阿尔巴西的领地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则是中国卡尔卡蒙古吐谢吐寒的朝场 过去 中国自古以来的疆界 就是在勒拿河岸边 在激烈的争吵中 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 第二天 会谈再一次在争辩不休当中结束 为此索额图曾经一度准备终止谈判 半个月之后 公元1689年 也就是康熙28年7月23日 经过反反复复的拉锯 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条约里边规定 中俄以格尔碧齐河 俄尔古纳河 外兴安岭为两国东断边界 这个条件已经跃出了 康熙皇帝给索额图规定的底线 格鲁文返回莫斯科后 沙皇彼得一世 给他颁发了一块金字奖章 以表彰他为俄国争取到了 尼布楚周边 及以西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 索额图回到北京后 康熙皇帝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满意 认为索额图尽到努力了 他的让步没有上权辱国 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中俄东断边界 和平安宁了大约150多年 直到鸦片战争开打以后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 他至少可以全神贯注地 对付那个嚣张至极的格尔丹了 格尔丹是西北蒙古 准格尔布首领的儿子 青少年时期在西藏武士 达赖喇嘛门下修行 被达赖喇嘛认定 他是一位活佛转世 他的父亲死后 哥哥曾格继承为首领 不久发生内乱 曾格被杀死 于是24岁的格尔丹 被贵族公义推举为首领 他既是首领又是佛佛 结果将赌信喇嘛教的蒙古各部 迅速聚集到了他的旗下 格尔丹性情豪迈奔放 富有激情 特别具有煽动性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 就是特别能呼应 而且也不乏军事才能 刚刚结束的喇嘛生涯 似乎并没有养成 他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 或者他可能把杀人如麻 也当成了普渡众生的方式之一 于是开始了他 长期席卷草原大祸的军事生涯 开始他很像早期的努尔哈赤 一边吞并周边各部 一边始终保持着 与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 面对如火如荼的三藩之乱 康熙皇帝基本拿他无可奈何 只能命令各地镇守将领 小心防范 格尔丹得寸进尺 派来朝贡的队伍 动不动就有上千人 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时不时就连抢带夺 视天朝如无物 康熙22年三藩之乱平息 台湾顺利收复 康熙皇帝下令 各部前来朝贡者 每次不得超过200人 其余人等一律在口外进行 格尔丹大为不满 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 事实上 康熙皇帝可能也确实是冲着他去的 为此格尔丹开始在 科尔科蒙古各部之间制造矛盾 打打拉拉意图趁火打劫 并不断派人前往俄国 在通商之外建立起了官方联系 到康熙27年 经过20多年功法征战 他的势力从天山南北 中亚西亚大草原 一直扩展到了青海 甘肃乃至科尔科蒙古地区 当此时 康熙皇帝正在组织 科尔科蒙古各部联合抗击沙俄 谁知格尔丹浙斯 在沙俄谈判代表的支持下 竟然出动三万骑兵 翻越杭爱山 横着便插了过来 与沙俄军队一举形成 对科尔科蒙古的两面夹击 使俄国在边界谈判中 处于特别有力的地位 并中国丧失了贝加尔古以东 元属科尔科蒙古的大片土地 并形成了沙俄由北向南 继续推进的很难遏制的态势 格尔丹本人也率军直逼呼伦贝尔 冰封直接指向了内地 甚至对经济地区都形成了战略威胁 这可能是康熙皇帝切齿痛恨格尔丹 三次御驾亲征 必欲置其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康熙28年7月与俄国达成协议后 康熙立即筹备针对格尔丹的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格尔丹自家内部 却出了大麻烦 以前当准格尔部贵族会议 推举他为首领时 曾经有过一个规定 就是升格的儿子长大后 格尔丹必须将首领的位置 还给他哥哥的儿子 如今升格的三个儿子陆续长大 格尔丹当首领却当出了隐 不想还位给侄子 他觉得这个位置天生就应该由他来做 为此他不光毒死了自己的一个侄子 还不顾活佛的身份 把另一个侄子的未婚妻 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 结果导致他的侄子们 率众脱离他的控制 格尔丹派两千人马前去追赶 被他的侄子全部干掉 偏偏祸不单行 当此时天山南路 又爆发了反抗他的浪潮 使他没有了回家的后路 或者说他的家园和后花园 如今已经都不再属于他 这个家伙飘瀚如故 索性不回家了 就在大草原上孤魂野鬼一般的游荡开来 康熙29年3月 康熙皇帝得到情报 说是格尔丹军需匮乏 在靠抢掠过日子 康熙皇帝开始秘密布置 准备一举铲除这个祸害 当年6月 清军前敌将领立功新切 没有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 贸然开战 结果遭遇准戈尔凶猛反击 清军伤亡惨重 主将侥幸拖出同围 康熙连忙致姓格尔丹 告诉他 开战并非朝廷本意 请他到乌兰布通 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 克什克腾奇附近 双方派大员协商一下 看看今后怎么办 并且说 准备把格尔丹 向中央政府所要的 两个仇人交给他 乌兰布通 克什克腾奇 距离北京 约350余公里 康熙皇帝在那里 布下了天罗地网 准备将格尔丹所布 一人一骑 一个不剩的 一网打尽 格尔丹确实是个 大胆销售 他回信给玄爷说 拉一只老鼠的尾巴 他尚且要回头咬你的手 你们如此逼我 就算有十万大军 我也没什么可畏惧 他有自己的打算 天山南北 中亚西亚大草原 是不太容易回去了 乌兰布通附近 可是个好地方 西部一带 散布着几个大清帝国皇家与国家牧场 上面繁衍生息着数百万只驼马牛羊 一旦打垮清军 得到那些牧场 他的日子可就太舒服了 49岁的格尔丹身经百战 率领着票汉无比的铁骑剑儿 再加上刚刚痛击了大清的军队 因此他可能确实没把三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 于是他一抖江省带领自己的两万多骑兵 放开马蹄就向乌兰布通奔来 进入七月份 康熙皇帝真的调集八旗精锐近十万大军 由帝国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率领 从各个方向开向乌兰布通 并且从吉林 沈阳 科尔沁等地 调军前来堵截戈尔丹 十四日 康熙皇帝全副戎装 离京北上奔赴前邸 从所有的布置可以看出 他的确志在一战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 走到半路 御驾亲征的皇帝病了 而且日渐沉重 不得已 他只好让哥哥 御亲王扶权 担任全军最高统帅 自己反驾回北京 当月二十七日 格尔丹几乎与清军同时来到乌兰布通 他抢先一步 占据了有利地形 格尔丹在山坡上居高临下 围出了一个驼城 将成千上万只骆驼的脚绑住 让这些骆驼握在地上 背上驮着香轮 上面在覆盖用水静过的毡子 以防使时枪跑 战士们躲在后面弯弓射箭 开枪放炮 八月一日 双方开始击战 这一仗从中午到晚上打得十分惨烈 攻击一方的清军死伤严重 康熙皇帝的清旧有童国纲就是在此地中震盖 一直到黄昏时分 清军才将驼城撕开缺口沙江进去 格尔丹趁着夜色逃至乌兰布通山城 悬夜在回京的路上收到了福全派人送来的捷报 康熙立即让人带给福全一份命令 让他务必成胜 权奸残敌 勿留于孽 可惜 康熙的命令尚未到达前线 格尔丹已经在十万大军的包抄下安然离去 原因是 次日天亮 福全指挥仰攻乌兰布通山 格尔丹平显固守 双方相指不下 8月4日 格尔丹派遣他的隋盈喇嘛 前往福全大营 请求清军停止进攻 格尔丹愿意修兵霸占 他保证不会逃走 也不会抢掠 这个举动很奇怪 明明是个缓兵之计 心地厚道 缺少兵机谋诈训练的福全 不听其他将领们的意见 竟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并发布书面蒙告 通令全军暂止不羁 当日深夜 格尔丹在夜幕的掩护下 悄悄下山扬长而去 走到杠杆诺尔 今日 克什克腾起西沙窝子时 格尔丹迎面撞上了 康熙调来堵截他的 吉林 沈阳 科尔沁部 一万多名骑兵 格尔丹把福全发布的命令 拿给他们看 他们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结果 在这批生力军的眼皮底下 格尔丹大摇大摆地走了 为了防止清军在后追击 他还在草原上放了一把大火 腾空的烈焰遮断了追兵的来路 康熙精心策划 绵密布置 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鲜血的一场大战役 就这样功败垂成 据说 玄业听到这个消息后 大哭不止 从此以后 福全再也没有受到过政治和军事上的忠议 公元1691年 也就是康熙30年5月1日 在蒙古大草原上的一个小镇 多伦诺尔举行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多伦会盟 多伦诺尔在蒙古语里是七个小湖泊的意思 卵河的源头 散电河 在这里画了一个优美的圆湖 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塞外小城 这里距离北京大约400公里 康熙皇帝将在这里会见 卡尔卡蒙古各大部落首领 共同规划未来 卡尔卡蒙古又叫漠北蒙古 主要是由扎沙克图韩部 吐蟹图韩部和车臣韩部组成 居住在今天的外蒙古地区 这些部落之间多年以来攻伐仇杀不已 在沙皇俄国和卡尔丹的逼迫之下 先后南迁投奔大清帝国 被康熙皇帝安置在内蒙古地区 如今他们聚集到了多轮 希望能够在康熙皇帝的帮助下 恢复安详宁静的生活 5月1日 康熙皇帝主持会盟 吐蟹图韩当众对自己挑起的争端 做自我批评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 康熙皇帝领导下的大清帝国 除强服弱 服危即困 深受这些不足的感待 在他的号召下 内外蒙古王公们 开展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后来的数日会盟当中 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 做出了安排 大家认为皇帝的决定十分公正 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 康熙皇帝升座 接受内外蒙古所有王公喇嘛 近两千人的朝拜 并仿造内蒙古的模式 将外蒙古各部一体编辑 从此外蒙古地区 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康熙皇帝的任命与领导 正式归入大清帝国版图 这是康熙皇帝 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一个伟大功勋 会盟结束返回北京 经过各长城要塞时 康熙皇帝 做出了永远不再修筑长城的决定 他认为立国之本 在德不在险 如果国家政府不能造福人民 就是把长城修得高与天齐 也没有用 这固然与世界 早已走出了冷兵器时代有关 却也使中国数千年历史上 所有朝代加在一起 丝毫不用担心 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梦想 第一次成为了现实 这个中国人民 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想 如今实现在了康熙皇帝手中 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中国人 的确应该为此向康熙皇帝 表达自己的尊敬和感谢之情 随后 康熙皇帝又要为格尔丹费心了 格尔丹一路狂奔 逃离乌兰布通之后 一口气跑到了科布多 就是今天的外蒙古 吉尔格朗图 在那里 他当着康熙皇帝特使的面 在威灵佛面前发誓 永远不在亲临中华皇帝属下的 科尔科与众生灵 然后请求皇帝上尊号 以表达自己的敬意 康熙皇帝派人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 并归还了扣押在归化城 及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支商队 冬天过后 就在康熙皇帝主持多轮会盟之际 这个混蛋的格尔丹 则派遣使者 前去向俄国沙皇求援 这一年 彼得大帝十九岁 两年前 在禁卫军的帮助下 他一举将索菲亚公主 关进了诺沃杰维奇女修道院 他已经真正开始执掌沙皇的大权了 眼下彼得大帝的兴趣 正在从军事演习和释放烟火中 转向制造海船 他希望在波罗地海和黑海上 施展自己的抱负 但是作为俄国沙皇 他也很愿意在遥远东方的邻国里 扶持一个自己的朋友 于是彼得大帝先后多次派遣使者 对格尔丹给予支持 于是格尔丹又活过来 他杀死中央政府的官员 口气很大的向康熙皇帝索要他的仇人 要求皇帝把那些科尔科蒙古们 遣返回他们的老家 并沿着当年逃跑回去的线路 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东进戏曲 策返蒙古各部并东向抢掠 这一回格尔丹真的错了 他不知道多伦会盟产生了 多么大的政治向心力 他也不知道康熙皇帝 为了防范这一天花了多少心血 康熙35年春天 康熙皇帝派遣三陆大军征警 他自己亲自担任中军统帅 统兵三万余人再一次御驾亲征 5月7日 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东南部 与格尔丹前锋相遇 当时侦察兵报告说 格尔丹有骑兵两万人 并借得俄国哥撒克骑兵六万人 总计兵力八万 远远超过了康熙皇帝 自己统领的三万多人 门臣武将们立刻慌了神 纷纷请求皇帝撤兵 史书记载说 康熙激愤不顾 刘德内宣布 不灭格尔丹绝不回军 有不奋勇进击者 振臂诛之 谁亲自指挥大军肃然前行 这个时候的格尔丹同样有点慌 他已经知道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 但是却不太相信 他不明白这位皇帝 怎么会不远数千里 来到这个水草不生的荒凉地界 于是他爬到一个山岗上 想亲自看个虚实 结果他目瞪口呆地发现 远处一个个清军方阵 正在漫山遍野地 向自己这个方向逼近 格尔丹大叫一声 回神就跑 他返回营地 命令抛弃一切兵甲器械 帐房迎债和病残老幼 连夜向西狂奔 康熙皇帝来到克鲁伦河边 立刻就发现情形不对 他对众将说 格尔丹弃和不守 门户大开 必定已经西逃 他命令全军倾其脊椎 就这样 沿着克鲁伦河谷 一个狂逃 一个脊椎 双方相互之间 可以遥遥相望 康熙皇帝自己一马当先 连续追赶了五天五夜 后来由于担心粮草不济 他集中了二十天的粮草 挑选旌旗 继续追击 他自己带领大队人马 返回去救粮 据说在此期间 他下令不许为他单独准备任何饮食 每天坚持和士兵们吃喝一样的食品 这一次 格尔丹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 他逃到今天的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招募多时 迎头撞上了康熙皇帝布置的另外两路大军 双方谁都来不及准备 就展开了厮杀 混战中 格尔丹号称金国豪强的妻子阿努被杀死 格尔丹最重要的将领几乎死伤殆尽 他只带领几十个部下逃离了战场 这就是前清历史上很有名的赵木多大捷 赵木多一战几乎扭断了格尔丹的脖子 从此他虽然力图振作却终究无力回天 不过这个家伙真是倔强 在众叛亲离之中死活就是不投降 以至于身边只剩下了三百多个人 仍然不肯服输 还要继续折腾 而这个时候的沙俄政府却感到厌烦了 彼得大帝在不久前发布了准备对土耳其开战的总动员令 此时刚刚扑灭一次针对他的政变 他实在没有心思理睬这个戈尔丹 他为什么总是打败仗 还要怎么帮他才行 难道真的要杀黄派兵去帮他打仗 那是不可能的 此后康熙皇帝连续两次亲征 最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 在宁夏河套地区的黄河岸边 他终于迎来了戈尔丹的死讯 据说这个家伙早晨得病晚上就死了 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 据说康熙皇帝得到这个消息 当时就跪在了黄河岸边对天叩拜 感谢上天帮助他 消除了这个几近三十年的大害 当天他给在京主持工作的黄太子写信 想让天下臣民尽快得知这一消息 这位平时下笔千言的皇帝 激动地拿着笔 竟一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 以至于持比不能沉稳 无论如何 如今的康熙皇帝可以放下武器 全心全意治理他那个庞大的国家了 这个时候黄河的治理已经在进行之中 历史上黄河水患一般经常出现在政治昏溃 或者大动荡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或者没有心思 或者没有能力治理它 观察一个朝代是否有出息 黄河是一个很有效的指标 三藩乱起 无暇顾及黄河 先后几次溃决 下游七个周线 焉为泽国 到康熙十六年 战局开始有了转机 康熙皇帝立即选派了一位新的河道总督 就是后来极为有名的治河能臣晋府 晋府到任之后 踏查黄河形势 广泛搜求意见 曾经在一日之内连上八道治河奏书 提出了书下游 治上游 色黄淮绝口的整体规划 需要经费二百余万两白银 诸王大臣们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没有想到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一笔银子 康熙皇帝予以支持 随开始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 这位晋府很倒霉 就在他全力以赴铺在黄河岸边时 康熙十九年二十年连续两年发大损 他所建设的主体工程经受住了考验 几处小独坝北大去冲击 于是朝臣对他发起猛烈抨击 甚至有人主张晋府干的都是无用功 需要拆掉重来 当时有人形容说 这些抨击比洪水还凶猛 康熙皇帝深知 中国读书人自己动手一塌糊涂 却特别擅长用大道理挑剔别人毛病的特长 于是派遣众臣前去了解情况 不久调查报告到了皇帝手上 其中谈到工程多有不坚固不合适之处 提出对晋府要从重治罪 他应该负责赔偿部分工程造价 晋府不服 尚书抗辩 认为整个工程已经完成十之八九 只要稍加努力 黄河即可顺畅入海 康熙皇帝无法知道究竟 只好下令将晋府革职 但要戴罪都修水毁工程 皇帝很大动 没有让晋府赔偿那些损失 半年后 晋府报告 晋府工程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若要根治还需下更大功夫 皇帝随下令恢复晋府和道祖宫的职务 第二年 康熙皇帝决定亲自到黄河上去走一圈 看看这制和工程到底进行的怎样 据说他在黄河大坝上见到晋府时几乎没有认出来 只见这位总督面容漆黑憔悴 手上满是军烈和老简 皇帝很感动 也很激动 巡视中他欣然命笔提示一手赏赐给晋府 以表彰他的辛劳与心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皇帝这次不辞辛苦的巡视 竟给晋府带来了无边的噩梦 皇帝认为只要能够将黄河上游的来水 和下游的淤积水顺畅地排出去 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皇帝想到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开挖海口 就是把黄河入海口处向下挖 挖出一条排水通道 使黄淮河淤水能够顺利排出 正在这个时候 皇帝派去考察黄河工程的一位重臣 回到了北京 在向皇帝汇报时 这位和皇帝一样 只是在黄河岸边走马观花的大员 居然提出了和皇帝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案 因此康熙皇帝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当即下令 由安徽暗察使余成龙负责落实这一方案 折成晋府 给予支持 不得有误等等 命令下达之后 晋府和于成龙相继上书 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派意见 根据多年制和经验和实地勘测 晋府认为海口之处千万不可轻率身旺 因为如今的黄帆区呈现大锅底状 地势比海平面低得多 若将入海口挖深 不但排不出去泛区淤水 还将引起海水倒灌 时有可能形成不可测之局 晋府认为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筑滴树水 以抵海潮 那于成龙则主张 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 以尽快开峻海口 当时敢于开口说话的大多数官员 都赞成晋府的主张 毕竟是晋府 而不是虞成龙在黄河大坝上奔波了近十年 皇帝不以为然 表示应该按照虞成龙的意见办 先开挖再说 并立即派遣官员进行实地勘测 准备施工 不久派去的官员写回报告说 当地百姓都认为这海口挖灯 结果原来就反对开挖海口的 朝中重臣们纷纷表示不宜轻动 康熙25年2月 虞成龙升任直立巡抚 康熙皇帝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不料三个月后 派去勘测海口的两位官员 突然以回奏失实的罪名被撤职 原因是 原任江苏巡抚的汤斌 被晋升为礼部尚书 他以前对开挖海口持反对态度 如今他认为开挖是对的 而且据他向皇帝报告说 自己曾经把这个转变后的态度 向那两位官员讲过 而他们没有向皇帝汇报 汤斌是康熙一朝极为著名的理学名臣 为人清廉正派 是一个真正的清官 在当时和后世口碑极佳 他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至今还是个谜团 康熙皇帝的怒火被点燃了 在他的感受中 事情变得很复杂很严重 于是他按捺着怒火 再次询问朝中众臣们的意见 结果没有任何人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家一致赞成开振海口 康熙皇帝立即下发内币 皇帝的私房钱二十万两白银 命令一个叫孙在风的官员负责这一工程 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怀疑 晋府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 抗旨不遵 其背后可能是别有隐情 几天后公布成帝报告 谈和晋府制和九年 花钱无数 至今尚未成功 要求皇帝严加成主 康熙说 和功重大 不可因一时不能成功 就倾下结论 探探一两年再说 对此 大学士明珠立即表示赞同 另外一位大学士于国柱 也不赞成轻易处分晋府 他们没有想到 这种态度更加重了皇帝的怀疑 半年后 孙在风再次勘测后 要求晋府关闭所有减水坝 以便开工输郡海口 晋府坚决反对 他认为若强行这样弱 可能会导致黄河大坝决地 当时晋府恰好正在北京 皇帝当着仲臣的面 要求他将上游闸坝全部关闭 晋府只好无用 此后陆续出现了许多问题 人们议论纷纷 致使海口输郡工程 一直无法进行 康熙27年正月 以直升镇天下的监察御史郭秀 弹河晋府 皇帝突然当场问他 弹河的奏书中 有没有涉及阻挠何物的庭臣 一时间举朝震惊 随后皇帝更放出狠话 当年我能收拾敖拜之流 如今若有败乱国政者 我绝不侵扰 显然在皇帝看来 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治和 而是严重得多的政治问题 不久 御史郭秀再上奏章 将矛头直指当朝重臣 大学士明珠 于国柱等人 他列举了八条罪状 指明珠等人把持朝政 结党零私 贪赃亡法 而晋府和他们关系密切 每年治和经费 大部分被他们私下分匪 所用官员多数是他们的私人 所以极力包庇 郭秀说 皇上圣明定可洞察 晋府屡屡抗拒明照 不是没有背景的 奏章一出朝野震惊一场 第二天 康熙皇帝发表长篇训语 隶属朝中十数年击中难返之弊端 下令革除明珠 于国柱等 数位大学士执嫌 将被视为明珠一党的六部上书 一律撤职查办 他要求所有官员洗涤沸肠 痛改前非 随即罢免查处了一大批贪掠官员 这是康熙朝最大的政朝之一 一个月后 他命令晋府和于成龙 就黄河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再次辩论 晋府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肯随波逐流 而朝中大臣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明确意象 没有任何人敢于支持晋府 大家一边倒地抨击晋府 使他空前孤立 就此晋府终于第二次被撤职 此后始终没有查出晋府与明珠等人 相互勾结贪污合银的证据 因此没有从众治罪 虽成为一个历史遗案 晋府被撤职以后 黄河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于成龙等一大批官员奉迎皇帝的议帖 建议皇帝将晋府所做的一切工程 全部报废重新来过 康熙皇帝这时变得很理性 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 知道晋府的工作不能全盘否定 令那些基本不知合工为合物 却特别胆大 特别敢于侃侃而谈的官员们闭上了口 然后他再一次派遣一批高级官员 前去调查晋府的工作 几个月后 这批官员写回报告 高度评价晋府的制和成就 就此 黄河治理一波三折 除了晋府 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南巡 再去亲自看一看那黄河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 这次南巡发生在康熙28年春天 回到北京之后 康熙皇帝立刻向群臣宣布 这次巡视黄河 所到之处 人们念念不忘地称颂晋府 他时心时意地做事情 我们以前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 现在要恢复他的一切直贤待遇 以原来的级别按退休老干部处理 康熙到底是康熙 他的胸怀应该是他在后世 受到特殊尊敬的重要原因 直到今天 有众多学者认为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 康熙皇帝玄业的品格是很不错的 从晋府的例子中 或许可以看出这样说的部分理由 我们姑且存疑 康熙29年 他策划了全歼格尔丹的乌兰不同大战 第二年 他举行了意义深远的多轮会盟 与此同时 大与贫将 黄河不断传来险情 而晋府之后的继任者们 不但没有在晋府打下的基础上 做得更好 反而晋府已经做好的许多工程 也因为属于管理而频频出行 康熙皇帝决定再一次请晋府出山 此时的晋府已经年届七十 两次被彻职查办 令他深受伤害 他告诉皇帝 自己太老了 干不动了 请求皇帝另选贤能 免得耽误和工大事 康熙皇帝说 除了你 别人我无法放心 我用你的心 不用你的力 晋府毅然领命 再次登上黄河大榜 当年十一月 老先生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临死前 他唯一的请求是 为那些受自己牵连的官员们平反 多年以后 康熙皇帝每每想起晋府 都会胆态万千 并一再追封他的官线 从此 他再也没能找到一位 像晋府那样的河道本夫 从史书记载上看 康熙皇帝六次难寻 每一次都与黄河治理密切相关 面对这条浊浪排空的大河 他真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他深深知道 自己一跺脚 九州大地都会颤抖 唯独这条大河不买他的帐 他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 伺候着这条喜怒无常的河 一般说来 在中国历史上 当一个皇帝能够这样面对这条河时 就是中国人的绝大福气 因为这种情形至少说明 这位皇帝还存着一份敬畏之心 只要如此 这个皇帝就大体不会坏得出格 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知道他在治理这个国家时的基本情形 后来他那个被称为乾隆皇帝的孙子也曾经多次下江南 他的名义也是视察黄河 在历史记载中 我们能够知道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个 他那吃喝嫖赌时的下江南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基本是两回事 对此 历史已有定论 从中可以知道 不管他曾经有多大权力 也不管他以为自己多么聪明 历史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对此 历史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